看到吗 里面也是帐篷 这个帐篷也太大了吧 朋友们 我在这发现了一个大帐篷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帐篷这么大 现在我准备来这探秘一下大帐篷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不好玩 走 来这看一下大帐篷 而且这里还有个大院子 这谁建的呀 这么好看呢 从这里上去看看 应该也是那种拉链的 里面啥也没有 还没建好呢 但是谁捡到这个 我觉得马上真的可以铺一张小垫子 在这休息了 这里是个洗手间 现在的人也太会享受了吧 太会布置了吧 从这里还可以看到窗外的 挺好呀 今天晚上我是回家的 我要不回家 说不定我可以晚上在这儿 有点危险还是 我觉得男生可以晚上就在这儿露营了 很舒服啊 就是有点脏 弄一张折叠床在这儿 真的就可以睡觉了 大帐篷外面还缠了好多这种小夜灯 到了晚上一开肯定很有氛围感 我之前来还没发现呢 适合老年人生活啊 特别适合我 你看人家老年人在这儿 多惬意啊 这里有慢咖啡小吃 奶茶柠檬水 朋友们看一下 是不是很适合我这种老年人 走哪儿垫个板凳过去 我就准备在湖边晒太阳呢 这里就是慢响雅舍露营地 还真不错啊 进来参观一下吧 我从这个门进来了 朋友们 拿了个凳子 准备自给自足 人家是睡帐篷的 这还没完全弄好呢 这小景也太好了吧 我还没发现我们河南还有一块 这么美的景啊 可以可以 很适合我啊 那边还有一个可以野外的露台 你看每一个帐篷 下面都有一个小露台 还可以在这儿钓鱼呢 太舒服了吧 这个一晚上也不知道多少钱啊 这个帐篷 好 我决定了 就在这儿露营了 在这儿钓鱼里面 在这儿钓鱼里面 又在这儿钓鱼里面 就在这儿钓鱼里面 在这儿钓鱼里面 在这儿钓鱼里面 看一下这个院子 这么的美好 那边还有小花花 这里还有芦苇 这边就是湖水了 哎呀 这一晚上我觉得得大几百吧 500块钱我感觉都下不来 你看 这个地方还可以露营啊 烧烤呀 制帐篷呀 虽然我每天都可以享受到啊 就是户外露营的这个快乐 但是这还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 这个还是给我感觉很美好 波光连连的 在这晒下太阳真美好 我觉得在这适合钓个小鱼 这个江里面应该有很多鱼 今天我这个盖的指数 肯定达标了 今天晒了好多的太阳 怪不得人家都喜欢在江边呢 在江边果然不一样 吹着这个海风 就感觉非常的舒适 我觉得我现在出来游玩 越来越会了啊 朋友们 刚才我幸亏拿了一把 这个小凳子过来 太适合了这个地方 我来看看隔壁院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 隔壁院子好像主打一个亲子吧 亲子乐园 看这个帐篷 那边还有一个遮阳棚 就是晚上可以露营 白天可以在这游玩 这个房间大 你看它不仅有这个房间 还有户外玩的地方 这个肯定价位不一样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 就没有它那边那么豪华了 我进来看看 锁上了 它这个地方应该床 那边应该是床头的位置 这个地方直接躺在床上 可以看湖景啊 这种小房子建的真的不错啊 很适合一家几口 或者一个公司过来团建 我觉得这种阳光非常好的天气 我们到外面散散步呀 逛逛街呀 真的是身心非常的愉悦啊 好了朋友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就分享到这儿了 小三每天带着大家一起感受人间美好 好了那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